PiPi Unchained近期真的很火 现在他们已经筹集了超过2100万美元 而且最近还涌现了不少鲸鱼投资者 比如这个月初 有位大佬直接砸了5万美元 买下了500万个PEPU 然后最近还有一位大佬 用53563美元的以太币 兑换了460万PEPU 那么PiPi Unchained到底在火什么? 不就是PiPi的访盘吗? 大家好,我是小萱 大家还记得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 PiPi Unchained新币预售项目吗? 如果你已经参与了预售 或者对这些迷因币新币项目感兴趣 那今天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看 因为这期视频 我会跟大家更新PiPi Unchained的最新动态 那么视频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加密货币的风险很高 特别是这些新币和迷因币项目 所以请大家入场前请谨慎评估 首先这里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PiPi Unchained PiPi Unchained People是一款新迷因币 不过它可不是普通的迷因币 而是升级版的PiPi 它搭载了自己的Layer2区块链技术 旨在通过更快的交易速度和更低的费用 彻底改变迷因币的生态 不像那些只是炒作的迷因币 PPU有实际用途 扩展性强 未来目标是成为所有迷因币的首选平台 如果大家对这个项目有兴趣 想要了解更多的基本资讯 大家等一下可以观看这部视频 那里有更详细的介绍哦 那么最近PiPi Unchained的新币预售 可是吸引了不少关注 现在PiPi Unchained已经筹集了超过2100万美元 从预售开始到现在 项目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 也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也开始纷纷加入了 而更令人瞩目的是 近期涌现了不少鲸鱼投资者 比如这个月初 有位大佬直接投入了5万美元 买了500万个PPU 然后这几天还有一位大佬 他用53563美元的以太币 兑换了460万PPU 其实这些鲸鱼投资者 通常是资金雄厚的机构或个人 具备更深的市场洞察力 他们的参与不仅为项目注入了信心 更表明了对PiPi Unchained的看好 而且上个月就有几笔交易超过了5万美元 这些都是聪明资金在流动的体现 说明他们对这个项目是非常看好的 在上一期的PiPi Unchained视频里 我跟大家提到过 团队会成立PiPi基金会 专门资助生态系统中的顶级开发者 那么最近吸引更多投资者加入 PiPi Unchained预售的原因 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在官网上新开了一个 专门接受开发者补助申请的板块 这些补助旨在吸引更多有创意的项目 在PiPi Unchained区块链上落地 所以现在这个开发者补助申请已经开始了 如果你是开发者 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申请流程也很简单 我们只要到他们官网填写简单的申请表 就会收到确认邮件 接着PiPi委员会会持续审查提交的申请 然后选中的项目就能获得补助 换句话说 这个补助不仅仅是吸引资金进场 还在吸引开发者资源 未来可能会涌现出更多创新项目呢 从大额资金进场到推出开发者补助 PiPi Unchained的进展真的很迅猛 如果你们还在观望 不妨多关注一下它的预售机会哦 目前PiPi的预售价格是0.0176美元 如果你对PiPi Unchained感兴趣 想要购买PiPi代币 可以通过我下方的专属推荐链接 直接进入官网哦 因为最近很多人通过Google搜索到的链接 结果点进去的都是钓鱼诈骗网站 所以建议大家用我提供的链接 确保你进入的是PiPi Unchained的官网 现在市场对PiPi Unchained的关注度不断提升 如果它继续保持这个势头 未来大牛市一来 PiPi Unchained可能会跟着爆发 甚至成为牛市的起点 如果你已经参与了这个项目 等它上线交易的时候 价格波动一定会非常激烈 所以有购买PiPi的小伙伴们 要紧密关注市场动态 还有 如果你之前选择了质押代币的话 要注意一点 质押之后需要7天的时间 才能在官网领取你的代币 因此这段时间的币价波动 会直接影响你的代币价值和风险 大家务必做好风险评估 决定是继续持有还是适时抛售 总的来说 PiPi Unchained的热度持续攀升 筹资额已经突破2100万美元 鲸鱼的入场也是强有力的信号 然后开发者补助计划的启动 显示了项目方的长远规划 未来如果能吸引更多有趣的项目入驻 PiPi Unchained可能真的会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生态系统 这段时间大家可以多留意一下 毕竟币圈变化无时无刻不再发生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